二二八廉假最后几天各地放晴了 但是要提醒您 礼拜三又要变天 最冷的时间点落在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的清晨 而除了天气之外 交通方面 国道今天各地都有车潮涌现 高空局预估 今天车潮以北上为主 而根据及时路况显示 西部国道一大早就有事故发生 一度造成国道三号北上三英路段呈现紫暴 时速低于20公里 而至于国道五号北上 一大早就已经有车流涌现了 甚至雪碎前一度回堵了三公里 高空局也预估 国道五号的塞车状况 可能会持续11个小时 直到晚上八点才会缓解 隧道前车速又开始慢了下来 常常车流越排越长 一度回堵约三公里 售价车潮塞爆国五 高空局预估228廉假最后一天 国五北上拥塞时段可能会持续11个小时 直到晚间八点才疏解 国五北上的头层 宜兰 罗东 苏澳等北向路口 在下午两点至晚上九点 有实施三人以上的高承载措施 至于西部国道 一早就有零星事故发生 造成国道三号北上三英路段 机式路况一度紫暴 时速低于20公里 高空局预估 接下来国以北向 苗栗到湖口 南团到厚里 西罗到浦岩系统 下午到傍晚都会车多 国三北向也有四个路段 下午三点过后会有车潮涌现 连假最后一天各地放勤 不过很快开工日的晚上又要变天了 第一波的话是在明天的晚上 开始就会南下的一个状况 不过这一波的冷风气 到三号的话就会稍微减弱 不过很快到四号之后的话 就是说我另外一波冷风气 有南下的状况 那但是就是这一周的水气 算是比较偏少一个情形 所以其实就只有在 影封面这些地方 可能还是会有些零星降严的机会 周三晚上东北季风南下 北部降温游感 最冷的时间点预估落在 周四晚上到周五清晨 北部东北部低温下探13到14度 紧接着周六还有 另一波东北季风接力 一周内天气多变 得留意温差变化 记者最后报道